另外南澳湘的澳花村非常欠缺医疗资源 不过也获得了卫福部补助 购置一辆九人坐的无障碍小型车 而县府今天也举办了澳花村 长照接送巴士的启用典礼 希望能够提升南澳湘长者生活品质 还有就医的便利性 澳花部落的居民欢迎鼓舞 和这台期待已久的长照接送巴士 终于到来了 在县园松黄循珍和澳花村村长黄聪明 向县政府的争取下 并且在卫福部的补助 及县长的大力支持下 长照接送巴士今天正式启用了 县政府对于这些长手的工具 我们希望他们的健康会比他们的宅观 所以今天特别像卫福部 争取了这一部车 我们的交通接送服务专车 希望这些长者要到医院的时候 能够很方便的 他们快乐的成长 一方面就是他们的健康也要保障他们 所以我们县县政府跟各位一起努力 拼出宜蘭的好生活 今天特别来到了阿花村 就是希望能够照顾到阿花村的这些长者 阿花村就位在宜蘭县的最南端 离右近的卫生所距离有25公里远 民众想要到大医院更是需要有50公里的路程 对慢性病患者和长者医疗咨询和看者上 都相当的不方便 我们如果知道哪一个部落 或者是有比较这些长者 或者偏运的地区 我们县县政府我们的社会处 也会尽量的去争取这个 如果有告知我们 我们知道的话 我们也会自动的去争取 县府积极推动长照服务 现在有了这台长照专车的加入 对阿花居民就医附件等需求 不必再担心交通的问题 提升了长者的生活平均 下不下 下不下 亿兰新闻记者 向下路财宝报导 我的同学秘书在哪